有一个师兄他说有一次心里伸出了要帮助守护众生的心 后来两天分别梦到了睡在一个蓝色的星球中央和睡在一个黄色的星球中央 感觉非常的祥和宁静 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呢 祥和宁静 很好啊 他精神上去了呀 他想问这个蓝色星球和黄色星球是有什么说法吗 有啊 在天上七色星球都有的呀 七彩星球都有的呀 明白 就是黄色星 他宇宙空间的星球他很多很多 三千呢 三千大千世界呀 就是三千个星球呀 所以为什么人家说星球大战呢 这就拍的那些东西星球 他实际上星球他本身就是一个宇宙空间的一种围体呀 围体空间呀 嗯 他什么样子都有的呀 啊 就没有什么特别的说 有什么区别 你比方说黄色的嘛 就是太阳的星球呀 太阳星球 嗯 你刚刚说还有一个什么颜色了 蓝色的 蓝色的 叫Nepocho Nepocho 实际上 实际上他就是属于另外一个星球 这个星球也是跟太阳系呀 银河系是一样的 这地球叫O4星球 太阳 他月亮星球叫Moon 他都是这样的 是 啊 红色的叫Mars 就是这样的 哦 是是 啊 呵呵呵 感恩师傅慈悲开始 这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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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地球